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都喜欢听人说好话 不太喜欢听人说坏话 对吧 哪怕你像孔子这么有德行的人 孔子都说六十二耳顺 就是他修炼到了六十岁才能够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 一点反感都没有 就没有不爱听的话 但是这是孔子六十岁的境界 那一般人来讲的话 肯定有一些话说进去我们是不爱听的 那一般人如果说不爱听 有些时候也得忍着听 或者有些时候是表面上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 不用理他就完了 但是对于皇帝来讲这个事就很麻烦 因为皇帝手上是有生杀大权的 如果一个皇帝你把他惹毛了 他可能随时就把你干掉 所以其实给皇帝觐见这个事很不好干 就你不讲实话呢 可能将来留下骂名 你讲实话呢 可能当时被皇帝干掉 所以一个政臣 就一个真正能够给皇帝觐见忠言的人 还能够受到皇帝的喜欢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魏征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在历史上魏征多次就直接就戳这个唐太宗的痛点 不说骂他吧 但是已经戳得很痛了 但是唐太宗呢 仍然非常喜欢魏征 而且经常把这个魏征的一些话摆在自己的案头来提醒自己 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唐太宗自己是一个明君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魏征确实很有自己的劝谏的艺术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文章呢 也是魏征在历史上留下的非常著名的一篇劝谏的这个文章 那这篇文章叫《见太宗十思书》 这个《见》就是表示劝谏的意思 那这个太宗呢 指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十思》是说他要劝唐太宗仔细地思考十件事情 仔细去想十个点 所以其实是一大堆意见 这个书呢 是这个文章的体力 就代表我这是写给皇帝的一封信 写给皇帝的一个奏章 所以呢 简单来讲《见太宗十思书》 就是魏征劝唐太宗要仔细地想十件事情 这样的一张奏章 那这个奏章其实并不是在魏征活着的时候 就有了这个名字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李世民叫唐太宗 太宗是他后来死后才会叫太宗的 所以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后来的人给他加上去的 在当时就只是魏征写给了唐太宗这么一封奏表 所以呢 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们其实应该回到当时的那个时代里边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魏征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要去给唐太宗写信 那这个文章其实写在太宗贞观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唐太宗那个时候把国家治理的特别好 叫做贞观之治 就是他登基十一年的时候魏征写了这封信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因为这个在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 太宗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 就历经图止 但是时间一长 这个国家治理的一好 这个人呢有时候就有点懈怠 而且容易有很多人过来趁机拍马屁 所以这个唐太宗其实就有点开始 这个不说嘚瑟吧 反正就有点这个居安 但是呢不思维的意思 所以在贞观十年的时候 唐太宗有一次就发动大臣们讨论过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魏征后来也参与了讨论 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就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尤其是去治理天下治理国家 到底是在开创期草创期更难 还是后来这个天下已经打下来了 我们只要守住就行了 这两个事到底哪个难 大家的意见就不一样 然后当时有一个名称叫房玄龄 房玄龄的意见就是创业打天下是最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打天下的时候条件很艰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在越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越容易豪杰并起 就大家看三国演义就知道了 对吧 就那么两年 结果出来那么多厉害的人 乱世出英雄 所以说能够在乱世当中 真正的赢到最后 笑到最后 说这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这很难的 你后来治理的这个难度 比当年打天下的难度 这简直低太多了 这是房玄龄的意见 但是呢 魏征的意见就不一样 魏征说 我觉得守天下难 为什么守天下难呢 也是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你当年打天下的时候 天下已经乱了 老百姓的心 就是不向着这个 当年的那些统治者的 这个时候 你只要起来起义 老百姓的心 经常是向着你的 你得了民心 你就更容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呢 打天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不容易 所以会特别的谨慎 小心 但是已经有了天下之后 天下你自己说了算了 你想干嘛干嘛 这个时候 你就非常容易骄傲和放纵 所以魏征认为 守天下难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之后 你们觉得打天下难 还是守天下难 反正这是在 贞观十年的时候 发生的一件事情 到了第二年呢 魏征就接着又给 唐太宗李世民 写了这封信 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 这个建太宗十四书 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 我们了解了之后 就会知道 魏征写这个作品的背景 是唐太宗已经有点懈怠了 已经有点想要过奢华的生活了 对吧 而且包括在当时 有些话 他其实已经听不太进去了 所以魏征写下了这么一封信 那他写这封信 写的效果怎么样呢 效果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首先 太宗读完之后 非常的震撼和感动 他觉得魏征真的是 一心魏征着想 而且觉得他说的特别正确 他就给魏征回信 就表扬魏征 说说的太对了 而且他把这封信 放在自己的案头 相当于把它当座右铭 这封信是被 唐太宗当座右铭的 这样的一封信 就写得非常的了不起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 仔细地读一读 看看魏征到底怎么去 劝这个唐太宗李士兵 首先呢 魏征一开篇 其实并没有直接提出 自己的观点 他用了一个 大家比较好接受的方法 这个方法 其实我们今天 写议论文 或者要去劝别人的时候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去做一个类比 就比如说魏征 其实特别想告诉 唐太宗李士兵的事 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如果想要你的国家安定 一定要去修德行 一定要把德行 放在第一位 但是如果我们一上来 就抛出这么一个观点 你就感觉头有点大 对吧 就这人一上来 第一句就开始说你 就开始给你输出观点 我们一般人 其实挺难接受的 那怎么能够让别人 比较平滑的接受呢 就是用一些类比 先用一些 大家比较熟知 而且比较好接受的 生活化的 自然化的 这样的一些例子 就比如说 我今天要劝你 我说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 有危险 你就不干 我如果直接上来 就这么说 你会感觉到 好像一上来 那就被我批评了 但是如果我们这么讲 我们说 你知道吗 其实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得到启发 比如说 吃饭会噎到人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为有可能噎到 就不吃饭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做一件事 有危险的时候 咱们也不能因为 有危险 就简单的说不干了 就这个就很容易 被人接受 因为你是从一个 生活化的例子出发的 那魏征在劝李世民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他一上来 没有直接说 作为君王 你要修德行 没有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陈文 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源者 必俊其全源 他先说了这两句 这两句你发现 都是很生活化的 很日常化的 这样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说 如果想要一棵树 长得高 一定要怎么样呢 这个根一定要牢固 要扎得深 你根都不深 你这个树是不可能长高的 我们后来还有一句话 叫万丈高楼 平地起 大家今天可能对于这个树 很多人生活在城市里 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你看我们的楼 楼想要盖得高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地基打得深 就如果你的地基不深 你光想说 我就盲目的往上盖 且不说你能不能盖上去 就算你有一天 真的盖上去了 很容易倒塌 对吧 很容易变成微房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他一上来 先拿着这个生活化的道理讲 他说我们要知道 一棵树想要长得高 最重要的是它的根 要足够的牢固 足够的深 同样的 如果我们想要 水流得远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水拼命的流 最重要的是 这个源头 有足够多的水 足够深 这就叫做 与流之源者 必俊其全源 想要让泉水流得远 一定是这个泉水的源头 是非常深的 水是足够多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魏征的这两句话 就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个观点 在论语当中 也曾经提到过 论语的学二篇的第二章 讲了有子 有弱的一句话 有弱说 君子物本 本利而盗生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说 真正的君子 在做事情的时候 一定不是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而是从根本出发 去做那件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事情 我们经常说 做一件事情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 我们把这个正确的方法 看成是一条路 就是古人讲的叫道 道就是路的意思 你到底走哪条路 这条路 什么样的路是对的 那有弱就说 其实只要你把本立住了 这条路自己就出来了 你只要去做好 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这条路自己就产生了 这是一个儒家的 很重要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今天 大家都有自己想做成的事 对吧 有的人想要当官 有人想要发财 有人想要求学问 有人想要谋幸福 那你到底怎么做呢 对吧 有人想要升职加薪 到底怎么做呢 在公司里面 我怎么做就能升职加薪 我是不是每天拍老板马屁 就可以升职加薪 其实不是的 你要明白 最重要的是 你为这个公司创造了价值 就是为什么这个公司会用你 因为你有价值 所以你创造价值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这个公司 能够升职加薪的根本 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你的职位 你的薪水 自己就来了 如果你没有做好 你去想些别的 你就像是那个根 没有扎身 你就拼命地想要往高里涨 且不说你能不能涨上去 哪怕你真的有一天 通过歪门鞋套涨上去了 还是会倒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就是日本思想 那一上来呢 魏征就用了这个思想来劝李世民 他说 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要去抓那个最根本的东西 要不然千头万绪 你眉毛胡子一把抓 你的精力就这么多 对吧 你是做不好事的 那同样的道理 除了自然界当中的树 这个泉水 我们如果放在唐太宗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叫思国之安 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稳定 安定 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 你也要想想 一个国家可以稳定安定的根在哪里 那魏征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叫做积其得意 就是说你一定要做正确的事 一定要聚拢人心 得这个字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人心所向 意就是天理所在 对不对 就一个是人心所向 一个天理所在 说你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才是你的国家 可以长治久安的根本 其他的所有一切 都是由这个根长出来的 先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这个魏征的开篇 其实是利益很深的 一上来他没有去讲说 你去干这个 干那个 干这个 干那个 因为那些都是具体措施 那这所有的具体措施 就像是一棵树的枝叶 它可以长得很茂盛 但是它的根在哪呢 根就在于积其得意 就在于得和意这两个字 你做的事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能够得人心的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讲到这里 其实他已经为后面的劝谏 埋下了伏笔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章 后来被冠名叫做 建太宗十思书 他后边要劝太宗 想十件事情 就思考十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思考 这十件事情 站在唐太宗的立场上 你让我思考这些 我为什么要思考这些 魏征其实在这里 埋了个伏笔 因为所有的这些思考 都是终极指向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 思国之安 就是你既然想要 你既然希望 你的国家能够安定 你既然有这个思 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到 后面的十条思 所以在这里边 这个思国之安 其实已经为后面的十思 开始埋伏笔了 好 这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